以非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我怀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所以原来这一节的经文 他要我们作刚强的人 是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储电池 是什么的储电池 就是神大能大力的储电池 就像一个储电池 是靠着充电 使他兼顾 使他充满 使他有力量 使他成为一个供电的工具 原来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依赖 相信 改变我们自己成为 神大能大力的 一个储电池 因为人类被创造 我们的DNA都是神创造的 其实他让我们成为他的电 他让我们成为神灵的电 的原因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以 好像摩西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充满了神的荣光 神的能力 甚至好像摩西一样 他面见神之后 那些百姓不敢见他 因为他的面是 发出神的荣光 你会看到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 类似电容 电池的现象 所以摩西一样 在圣经来说 他是一个刚强的人 但是你是否一个刚强的人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刚强的人 你愿不愿意去改变你的性格 你的内涵 使你能够成为神的居所 你的口 你的心 你愿不愿意与神同工 而主耶稣基督 在你的心门内敲门的时候 你会不会愿意让他进来 原来你愿意的话 不单止主耶稣基督 是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去感动你 并且他的能力 超前的可以充满你 而会一致你去一个恩高的聚会 除了你是被恩高之外 你是可以好像电池一样 充满这些的恩高 但如我所说 电池都有它的品质 是高还是低的 原来这个就是那个TRAG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教我们 要选择的一个特质 而因为原来当我们愿意选择的话 在第十一节之后 就讲我们可以处理 不同类型的力量 里面有神传 附军装的力量 没错了 原来我们就好像我们身体被造 我们的DNA 其实是被设计过 能够成为神能力的勇气 而主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最好的个案 最好的例子 你会看到主耶稣在禁食之后 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所行的神迹 他所讲的恩言 他自己在三年半里面 完成神的计划 你会看到在他身上所充满的力量 但是足够去完成 每一样神所给他超乎上瘾 要去完成的工作 使命 和神迹 而这个就是保罗 为什么特特去选择 这一粒字的原因 以会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 可怀疑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励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